台上工程单位正在进行关于淡海轻轨的简报 为了在施工前收集地方名义 今天上午新北市捷运工程处 到淡水图书馆演艺厅举办了 轻轨捷运的施工说明会 也宣示了捷运主体工程 即将从今年开始正式启动 当然也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民众了解淡海轻轨 今年度会开始进入正式的施工高峰期 那施工时候我想难免对环境会有所影响 不管是交通或是尘土的部分 那我们也要让民众了解 在这个部分其实都有经过 环境影响的相关单位的把关 我们按照我们在环境影响评估承诺的事项 来确实执行 虽然捷运工程处表示从今年开始 中央团队将会开始轻轨捷运的主体工程 但会中也有许多民众 对于各个捷运站的出入口位置 都还有许多疑问 而对此新北市也表示 许多站的确切位置 还要经过都市计划的审议 还要调整的空间 但这并不影响工程的进度 而现场施工单位也承诺 将来会架设网站来公布进度 以及相关资料 让全民一起来参与监督 其实我们在各个的这个都市计划变更 或这个用地取得的时候 我们在公开展览的时候 也依法会办很多场的说明会 让民众来了解 当然在公开资讯的部分 除了我们现在 新北市捷运处既有网站之外 我们也会针对 我们也会针对 淡海清给这一个施工的部分 也会建立一个公开的网站 来经过里长或区公所 来让民了解这个网站 以后所有的这个意见 可以在上面反映 也是透过这个网站 来了解这个工程施工的进度跟情形 我想我们希望这个工程进行 是在全市民的监督下 达到公开 公开然后如期理智的完成 而承包淡海清轨的中央公司也表示 取得这项工程最大的意义 就在于希望国车国造 希望可以借此发展台湾的清轨技术 为国内相关的产业链定基础 而第一期的工程也预计在107年完工 届时将渴望带给沿线居民便捷的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记得陈伯伟带着水采访报道